蔡理佛拳集合了蔡家、李家、佛家三家拳術的精華 而形成了一種南派拳術 蔡元一百一年在這裡開館 為了呼應大明天國的革命運動 訂落了雄城館所教的人 有一個館規叫三不嫁 當官的人不嫁 有錢人討好不嫁 留民地貓又不嫁 他所教的人都是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勞動者 蔡姓館的前輩從太平天國運動開始 一直到辛亥革命、抗核戰爭 應該說在中國各個歷史時期 都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按照文化局所找過中國所有的武館 單單是洪聖館這樣做 洪聖館是中國唯一一個紅色的武館 有很多同僚人都學功夫 自己都受到影響 我便知道我的公 跟原來洪聖館的教頭很熟 我便找阿公 叫阿公介紹我 去玩一支鼓架 他去採衛的特點就是 長橋大馬 全身運動 講究寬鬆自然 連拳首先要做準備運動 送手、腳、腰枝 之後就開始集馬 集馬之後就標馬、走馬 扯拳就是按了24部馬的標準 出手而已 看看你的姿勢能否擅長 學了半年之後 師傅才開始教正式的套路 他們打出他的拳 是四個力為一個合力 所謂的這個合力就是 腿、腰、膊、手 四個力 一定會現得好 打出他的拳式 要用拳、掌、指援 打出他的拳 也叫做一個飛躺 第二個就是偏身出手 偏向來有一個好似 我讓你的目標小了 最愛走動力 前後左右 我都可以走得很快 因為賽律局的特點 每一個拳式出的時候 那個步都會變 另外一個就是 所謂的環境政策 就是大家真真正的 要埋架的時候 一上一下 一左一入 一前一後 一般 沒有說雙手對人 都是單手對人 當單手打你 另外一隻手 是一個防守 還入口位 我們紅色館 數起來是十八般武器 都不止 刀當中的岸 有大刀 都有短刀 有雙刀 而且它的套數 有些都不止一套 棍的 六點半棍 雙甲單棍 梅花棍 十八槍棍 雙頭便掛 我們紅色館的棍 是棍槍行一 棍當中 有槍的珠色 又偏重於棍 大家和同輩的師兄弟 都有古體法 師父教了我們 我們不要在我們這一代 莫滅了 有責任 要將它傳承下去 蔡理佛權的 段位平定的標準套路 我很想它快點搞出來 使得我們 蔡理佛權的 很多的學生 很多的學員 都能夠參加到 段位平定 希望蔡理佛權 不斷地發展下去 為了 可以 做到 好 不要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